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人歌愛旅行 我是Jacky 我們又來到熱情的南台灣了 那我們現在來到台南的安平 今天入住了酒店 是今年2022年6月最新開幕的福爾摩沙遊艇酒店 這裡有超美的無邊際游泳池 還有錦鄰安平港很美的風景 我們現在準備先去Check-in了 走 跟著我們一起走 啊 啊 70 1 到了 7010 耶 推起搭到了 好 耶 進來了 很大耶 還不錯 看一下有沒有view 好像沒有view 他說這是水機 這露台好大 我們剛好看到這個 他的大門的部分 看進去大門部分 他另外一邊有湖 他們這家飯店是唯一自己有碼頭 然後有遊艇的飯店 那我剛有問小姐說 那遊艇可以搭嗎 他說現在只限包船 所以你能夠多包船 開Party都可以 碼頭就在飯店裡面 對 喔 來看一下外面 這裡面對的 這是這邊 我們的井 那邊可以看到船 遠遠的看到 你看那邊 安平港那邊 斜斜的看得到 耶 超開心的 明天都是要搭船喔 來安平這邊 我們就是要去搭那個四草 綠色隧道 然後下午啊 還要那個安平港可以遊運河 全斷運河 所以明天早上搭船 下午又要搭船 因為我們來安平港這邊 就是要搭船 然後最主要是安平港上面有那個 米奇米泥 很可愛的米奇米泥喔 要來看米奇米泥 我覺得南台灣的溫度就是不一樣 好熱情喔 它這個有落差耶 下面比較低 所以走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來看我們的房間 還滿棒的 他說其實入住雙人房他們比較少 他們主打的都是四人房比較多 然後他是隨機 電腦隨機抽樣 所以沒有浴缸 不然本來其實有時候有的有浴缸 浴缸比較少 所以蠻多的四人房可能就都會有浴缸 那也不錯啊 其實我也不愛泡澡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來看一下 對啊 乾濕分離 還不錯 這個好像是歐蘇丹 對 他們的這個備品 都是高級的 歐蘇丹 雖然小小的 雖然小小的 所以都還不錯 還不錯 好看一下 好 我們現在在三樓 來參觀一下 無邊際泳池 絕美的無邊際泳池 好 登記完之後要來換鞋子 裡面要穿拖鞋 進來了 你看我們穿這樣 因為沒有要游泳 不會游泳 他這裡真的很讚耶 他這是現房客專用 所以不用錢 所以外來客也不能進來 好 那這裡三樓的無邊際泳池 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這裡有水上酒吧 你看 沒有游泳的人還是可以在裡面 看這個拍網美照 還有享受這個 看這個無邊際泳池 那一定要進來這裡面 水上酒吧低銷100 所以一瓶飲料就100 他沒有酒精沒有含酒精 好 所以你看很讚 對 對 對 去 去 我們去看一下 三樓就是除了無邊際泳池 然後還有SPA區 都是可以使用的 你看SPA區 但我們沒有帶泳裝來 所以我們就看 就來看 所以喜歡游泳的人 真的一定要來住這裡喔 你看真的很棒吧 好 三樓的另外一邊是兒童遊戲室跟健身房喔 我們進來看一下 健身房 不錯不錯 現在剛好都沒有人在這邊玩 吃飯時間到了 你看健身房 難怪他主打親子 因為真的我覺得無邊際泳池 真的好適合小孩子這邊學游泳 因為看起來 淺淺的這樣 你看在這裡泡泡球 我們去看一下健身房 剛好這個時間都沒有人 就基本的這個跑步機 最主要是跑步機 所以喜歡健身的 真的都是Junction 我們要去吃晚餐了 那我們有定位喔 在二樓湖光餐廳 這一家飯店 福爾摩沙 遊艇酒店他們的裡面的餐廳 湖光餐廳 那都要先網路預訂位置 還有預約時間 好我們先上來 好 我要滑蛋 好好ok 謝謝 耶 吃晚餐了 那我們選在他這個 酒店的二樓這一家 就是湖光餐廳 那湖光餐廳剛好是面對他們這個 酒店他們自己的這個湖 湖畔碼頭這邊 好 那因為現在晚上 所以看不到夜景 然後我們點的 在這裡是採單點 好 那其實他們分量真的超大的 好我們點的這個是 那個鳳梨海鮮炒飯 還有這個 腐皮 蝦捲 然後本來還有這個 炸兩腸粉 那其實本來我們還點一個 那個橙汁排骨 可是他分量真的很大 真的吃不完 所以我們就先吃這三樣 還有那這邊有提供這個 香片 還有一個這個泡菜 好來吃一下 肚子餓了肚子餓 他這個其實還滿澎湃的耶 我本來以為炒飯頂多 小小一碗 所以我們剛剛一直狂點 就還好可以退掉 好來吃一下 先吃一下他這個 嗯 喜歡吃的 泡菜 我炒飯炒的真的還滿不錯很香 然後這個你看 我覺得好吃的炒飯就是這樣 這個米粒要粒粒分明 對 然後吃起來就是有那個 炒飯的嚼勁 吃這個 炸兩腸粉 炸兩腸粉 裡面是包油條 防點 炸兩腸粉 裡面是 那個油條 嗯 好吃喔 炸兩腸粉 你看 你看這個 鮮蝦五皮卷 我們每次 來那個港營都會吃的 鮮蝦五皮卷 不錯他外面也真的炸得滿酥的 裡面蝦子你看 還滿多的蝦子 蠻真材實料 還不錯 他餐其實都滿好的 還不錯的餐 應該是算很好吃 分量又夠多了 所以如果家庭來的話 其實滿適合 就在這邊吃就好了 嗨 早安 我們要來吃早餐了 那這一家飯店的早餐 是提供Buffet的 自住室的早餐 那因為人很多 住宿的人很多 所以他分流喔 他有三個時段 那我們是分配到 對 第三個 八點半到九點半 好 我們趕快進去示範 平房卡進去 兩位的 好 好 好 兩位的 坐這裡 他位置很空長 很寬敞耶 可是人很多 住宿的人很多 這看起來就超好吃的 尤其我又 這個 法蘭西 吐司 這看起來就好好吃 我要吃兩點 然後這個 英式奶油松餅 他有符合這種 淡奶素的 還有你看炸食 淡淡淡 還有蛋餅喔 蛋餅也有 還有阿婆茶葉蛋 好多喔 溫泉蛋 你看 這邊是肉食的培根 還有 可以煮 應該是台南蛋仔麵 好 這邊 無糖豆漿 可以做鹹豆漿 粥 都有 有地瓜 小肉粽 這怎麼有 包子還有清蒸肉圓 小鮮肉包 饅頭 很多耶 米糕 其實很多耶 那簡直吃了之後中餐就不用吃了 哇 發現這裡 現在有鮮 蔥牛肉湯耶 自己蒜 牛肉湯 還有鮮魚湯 鮮魚湯泡飯 他會教你怎麼做 好多喔 剛剛都沒有發現到 這邊還沒有 趕快這邊都沒有 好準備來吃早餐了 那這邊的早餐真的超多的 有中式 西式 還有日式 你要什麼都輕食的都有 還有最 最誇張的還有牛肉湯 還有鮮魚湯 覺得真的超讚喔 看你要吃什麼都可以 那我點的是比較輕食的 因為早上真的都吃不多 這是剛剛那個無糖豆漿來喝一下 真的很不錯耶 我覺得這個早餐真的很推 讚 所以最後一批的時間啊 八點半到九點半 狂吃的話 午餐可以省下來 不用吃 雖然他用餐時間 只有一個小時 所以在check-in的時候 就要先登記說 你要在哪一個時段 用餐時段要哪一個時段 那趕快來吃早餐吧 你看這看起來就 讚喔 剛好都有我愛吃的 真好吃的 好那我們現在的地方是 飯店大廳的後面 就是他們自己的一個 湖泊還有港口喔 他們自己 你看這是全台 唯一自己有碼頭 還有那個遊艇 那遊艇一定要團體包船 好那現在沒有 所以沒有看到遊艇 然後它這個是碼頭 那這邊的包船啊 遊艇可以通到這個安平港 好是可以連接出去 由安平港一圈 所以還蠻特別的喔 你看每個都有碼頭 我來走一走好了 看一下它這邊 南台灣陽光好大 現在九點多了 它好熱 好我們又來到無邊際泳池了 三樓無邊際泳池喔 昨天晚上來的時候 這邊是水上酒吧 所以要消費才能進來 那昨天這邊也是都滿座 那現在因為是早上 他們那個水上酒吧還沒有營業 所以開放民眾可以來這邊入座喔 我們都可以在這邊拍照 來走 體驗一下水上酒吧 你看它放在這邊這樣子的耶 所以沒有游泳的人也可以來這邊這樣子 欸其實也不會熱 現在雖然太陽蠻大的 這邊可以來這邊拍網美照 欸我覺得這個地方真的很棒耶 水上酒吧 這個如果三五好友來或家庭來的話 欸有人在那邊游泳啊 其他人在那邊聊天 你看現在大白天也不會熱 又可以保持安全距離 然後那邊可以這邊 緊鄰這個水井灣 就是安平這邊很有名的水井灣公園 你看那邊都有人在滑獨木舟耶 喔這個看起來真的 這個景看起來真的很不錯 心曠神怡 好棒喔 這個無邊境泳池啊 白天跟晚上的景真的不一樣 你看我們昨天來的時候燈光已經暗了 然後這裡 一望無際這樣 很棒 灌完我們住的酒店之後 我們去四草綠色隧道做觀光船 然後還去看得陽鍵 安平港遊運河 要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才不會錯失我們好看的影片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